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 trade的频道,我是Kalina 那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我想借着三点跟大家周末来聊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最近关于day trade我都学了哪些的内容 第二呢,是关于接下来的一些市场的走势,会不会怎么样去做day trade 第三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真的一个day trade能不能养活自己 是不是应该辞去工作去做一个专业的day trade呢 好了,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吧 关于从今年的1月2月开始回调以来,现在都已经是6月份了 很多大多数的这样的股票都已经回调到70%和80% 那我们做day trader的呢,现在已经很少能找得到像以前的AMC和GME这样的mini stock 但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GME和AMC的走向还是很不错的 说明呢,现在这个市场呢,已经在慢慢的回到一个和以前当然不能比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一个成交量呢,渐渐的有一定的回调 好,我们呢,希望下一个月呢,会有更多的这样的May me stock出现 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day trade来说的话,每天它会up100% 300%,甚至像以前的川普的媒体股 可以涨到每天那个1000%的可能性的这样的股票 希望它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话,我们做day trade才有意思才有钱赚嘛 那根据这个整体一到三个月来,我重新回来做day trade的感受来说 对于一些,就是说刚刚进入这个市场的人呢 给大家一个非常忠告吧,就是说每天不要做day trade三个股票以上 因为呢,你会扰乱你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个plan 然后呢,我是在做day trade之前呢,会找出大概这一个星期之内的一些比较hot 一些这个上下波动比较大的股票,大概找到10到20个 会放到我的watch list上边,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在交易之前的一周左右 我都在不断的看他们整体的这个,这个区间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波动的区间 比如说,在上个视频有跟大家说我这段时间有做的几个 比如说像Tesla,比如说像Kong,比如说像NBDA 比如说这两天像AMC和GME,这几个股票都是在我的watch list里面 我会基本上找到呢,它在这一周之内的整个一个support level和这个resistant level 也就是这个支撑点和阻力点 然后呢,会很认真的观察它的阻力点的地方和它的支撑点的地方 都有多大的成交量 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这个成交量非常的重要 就是要看那一天它的支撑点能不能守住 它的这个阻力点能不能被突破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去计算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边做day trade的时候 先选出自己要做day trade的三支股票 然后呢,这一周之内再没有做day trade之前的话 很认真的去观察它这个上下行走的这个空间 这样子的话,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信心去做day trade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接下来的市场它的走势到底是怎么样的 前几期视频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做day trade的话呢 当天是绝对不能留任何的position的 就是今天为止 我大概是从5月十几号开始做day trade 然后呢,到今天为止 我的account是从25,000美金 已经变成了5万美金 这样子的收益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有很多人说可能你的account size比较大 那些大的account size 在那边都已经被一些那些长线股压在那边 根本就不能动 所以我也真的开那个账户都不想去开 我这人还有一个毛病还是问题就是 其实也有买了很多cryptocurrency 那些login的东西我会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面 然后我就买过之后我就再回去看它 就当忘掉它 最好是等我三年后或十年后想起来的时候 它变成一百万两百万 哈哈哈 但是呢,这个最day trade的这个account来说 一般来说,开个新账户 基本都是25000到3万美金左右 然后会不同的开 就是 两到三个账户放到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做day trade的话 有的时候 你当天会bull up你的account 那你就没有机会再去玩了 那没有25000美金的话 你就会影响到你的ptd rule 也就是说一周呢 你只能做四次的这个交易 这样子的话 那就不交给去了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 也认真的 好好的听我来这个 就我走过的路 希望你们站在我的肩膀上走过去 然后呢,我们说说笑笑的 就把这些该学的东西都已经就学到 第三 有很多新的小伙伴们 问我说 我有没有做这个微信的群啊 或者是discord这样的群 有跟任何的day trader来讲话 其实呢,我从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我就有两个老师 这两个老师的群我一直都在里边 有的时候 没有做day trade的时候 你大概会看到大家有一些聊天 然后呢 以前我有开过微信的群 但是我有发现 微信的群里边的小伙伴 他们都是有工作的 然后呢 都不是很认真早上起来做day trade的 但是我们付费的那一种 当然不是我要收你们的钱 是说我付钱去加入另外的这个群里边的那些group里边 基本上都是比较专业的day trader 然后呢 其实还蛮贵的每个月 然后呢 就是每天早上呢 我们都会说 今天我会做这个shore 或者是long这一只stock 然后呢 其实每个里面都有几个高手 会帮你指点一下 然后分析一下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 嗯 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钱有点不太值得 我大概付了三年半左右吧 然后呢 我刚刚从日本回来 五月份又重新开了这个一个新的这个群 然后也是99块钱一个月 我觉得嗯 讲话的人也比较少是第一 第二呢 嗯 觉得已经自己学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自己的一个partum 自己的一个方法也基本上掌握的差不多了 然后再去多看或多听其他的人的一些无谓的 哦今天赚了多少钱呢 或者是说哎 他这个赔了多少钱 这些information好像基本上也影响不到我的情绪 也不会说FOMO去追人家 人家买什么我就买什么 甚至是说人家没有赚钱我很开心 就是一点这样的感受都没有了 而且呢 学习觉得呃 在那种群里边学习呢 呃 多半是他们会找出来一些新的那一当天 比较hot一些stock 可能我会miss掉 然后呢我们就会呃 在群里面看到哦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到我的chart里边去分析一下 这个适不适合我 但是呢 嗯 其实做day trade也好 做交易也好 做投资也好 每个人的性格又不一样 人家找出来的股票 即使是你们sizing同样的钱 同样的share 赚到的钱可能也不一样 因为你们的心理数据不一样 我们的account size也不一样 然后呢 整体的我们的risk management 这个风险管控的这个能力也不一样 还有经验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 那他能赚到每天赚100万的话 可能我就一天赚了2000块 我也很开心了 所以 嗯 这一个月刚刚回来 我觉得还可以 希望就是快一点 把小的account 渐渐的变成几个更大的 这样的account 然后呢 多和大家交流 多和大家一起学习 然后以后有时间的时候 会录几个 大家可以一直重复听的这样的视频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今天周五 下周一呢 也是修饰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